长横,漏风轻入笔,稍对,向右上方斜行笔,到末端的地方,笔向上提,向下压,再回风收笔, 最横跨,是左低,右高,向右上方斜的,前面要稍微细一点,后面锐粗一点,下面成弧形,两头45度角度, 陆风轻入笔,稍对,向右上方斜行笔,到末端的地方,提,按,回, 注意,这个角度,不可太大,也不可太小,陆风的地方,不要太尖,要含上字,树画,上,先写这个树, 树笔不要太重,上面粗,下面稍微细一点,横,左肩横,不可太长,树笔,下面这个横画的话, 这个面是直的,不能形成弧形,长横,陆风轻入笔,稍顿,然后向上提,向下,回, 这两个横画,一个是长段的变化,一个是下面是直的,一个下面稍微有点弧形, 那这个树笔的话是尖的,这个树笔是方的,树笔的不同,收笔也是越于不同, 树画要垂直,横应该左低右高,向右上方斜的, 可字,横画,在上半个中间的位置,向右上方斜,到末端的时候把笔提上去, 再向下压,回风,收笔,对于这个口,口应该是在左上方, 地这个横的齐笔处要约近一点,树画,先写这个树画, 上面粗,下面细,应该是向右下方斜的,横折,提,按,转折过来,向左下方斜,对于, 这个斜的时候,有粗到细,这两个角度,应该是略于不同, 这个横要拖住这个,横折这个树笔画,这边要出头,这边要出头, 这样子方向有变化,收钩,收钩我们通常写的时候, 会感觉会非常困难,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, 这一个说是,两头最粗中间最细一点,顿笔向下, 它这边稍微提一点笔向左,勾出去, 所以往里面,树的,应该是稍微往里面有点弧形, 勾的时候不要太长,因为短点,含蓄,有力,口,应该是往上面去, 不应该超过横的起笔处,横一横的间距, 数一数的间距,极为相等,把这边空间交到留大一点, 这边空间留大一点,检查上级下线, 路风轻入笔,稍顿,向右上方写行笔,到末端的地方提按,回风收笔, 最下面不可弯,应该是一个直线向上,直的现在轻拔有力, 如果我们写成弯的,这个笔画显得软弱,无力, 长横为了平衡,下面是一个弧形, 短横它应该是写的直的,两头四十五度角, 前面稍微轻,后面稍微重一点, 左低右高,再看一遍, 向上,向下,回风收,二, 短向右上方写,到这边提,按,回, 注意这两个横不要写得太长, 向上,提,压下去,按,回,就可以了, 我们通常会写,把低了横写得特别长, 欧帖字里面,王字,包括三字, 它们写的都是相对短一点, 横它不写得特别长, 注意这一点,这两个横要有长的变化, 是,这个横在横中线上起笔, 收笔的地方,要高一点, 向上,提,按,回, 我们注意这个竖的笔画, 它不是在横画中间这位置交叉的, 它应该在横画中间偏右, 竖画应该是在横画中间偏右一点, 上面粗,下面粗,下面粒细一点, 横向上,向下,回风收笔, 注意这个横画,左边要放出去长一点, 右边稍微短一点, 竖画要垂直,上面越重,下面越轻, 横画长段要有变化, 左肩横, 左肩横, 露锋, 轻入笔, 然后稍按向右上方斜行笔, 到末端时笔向上提, 再向下压, 回风收笔, 对,前面越细一点, 后边越粗一点, 再看一遍, 横方轻入笔, 向上, 向下, 所以这个应该是坑肩向上去, 肩坑肩不要太大, 因为小一点, 也要短一点, 有粗稻气, 横, 所以这个横应该是会长一点, 向上, 向下, 要覆盖住下方的日子, 树画, 左边这个树, 要细而短, 垂漏树, 不可以用旋律树, 右边这个横着这个树笔, 越粗一点, 提, 按, 向下, 垂直, 越来比左边树要长一点, 回风树笔, 对, 里面这个横画是用左肩横, 这个也是左肩横,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整体来说, 下面这部分要窄一点, 上面这个要宽一点, 要覆盖住下方, 日子这个横要细, 树要粗, 这几个横画, 间距, 基本相等, 左边的树要短一点, 右边的树要长一点, 固, 树画, 要垂直, 向下, 回风树笔, 横, 要稍微细一点, 提, 按, 到这个地方顿一下, 然后再向下垂直, 稍微粗一点, 长一点, 然后树柄, 我们看一下, 里面这个鼓子, 应该是向左上方靠, 应该靠左上方, 树画, 它不是在字的中间, 应该是在中间偏左, 注意, 这个树, 起笔要是尖的, 中间偏两头尖, 后不要封住, 提, 按, 转转向下, 要短一点, 最后这个横, 拖住这个树的笔画, 所以, 我们最后一个横画的时候, 写顿一下, 要实的, 在这个地方顿一下, 想右, 行笔, 提, 这个地方提的时候不可太大, 应该是小一点, 这边不要连起来, 横, 以横的间距, 基本相等, 树, 里面的, 我们看一下, 这个树是, 应该是偏左, 这边稍微大一点, 这边稍微小一点, 那整体这个字的, 里面的话部分是, 向左上方考, 这样牵出的字的话是, 左紧右松, 上紧下松, 右肩横, 右肩横它和左肩横不同, 是有粗到细, 顿一下, 类似于提的笔画, 路方轻入笔, 稍顿向右上方写行笔, 边行边提到墨栏书笔, 边尖的, 所以说叫右肩横, 对, 这个角度是向, 右下方斜的, 再看一眼, 收笔要清点, 飞字, 先写这个瘦笔画, 要用垂漏手, 收笔, 横, 由重到轻, 这也是由重到轻, 最后一个稍微缠练, 再写右边这个树画, 右边树画要, 右边比左边稍微高一点, 同样要用垂漏手, 同样要用垂漏树, 横, 向上, 向下, 回, 向上, 向下, 回方收笔, 最后一个横, 比较长一点,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, 这个字的话是, 有六个横画, 两个竖画, 竖画, 下面那个错位, 稍微错一点点, 不可右边太长, 左边写的太短, 也不好看, 横一横的间距, 就被相整, 横画都不要写的太长, 越短一点, 偏, 月子, 要写的窄一点, 顿笔向下, 用竖鞋, 竖笔, 横, 然后, 起笔越轻, 到这地方, 转着手, 提, 按, 然后向下垂直, 铺上去, 一笔完成, 对于这个横, 没有连到左边, 然后撇上, 向上, 横, 要向上靠得近一点, 下面空间稍微大一点, 上紧下松, 月子, 整体要写的窄一点, 右边这个树沟, 应该是向左侧有点弧形, 一个撇点, 一个回风点, 横, 不要写的太长, 可以转一点, 要在点, 要覆盖下面, 不要宽一点, 下面横比上面横越长一点, 这个也可以形成竖皮, 也可以形成, 回风扁, 这像树一样, 这个树画, 要用垂露树, 天下, 这两个要有错位, 这两个横画, 要长的, 要有变化, 要相应该是同一种基础的, 要小看似的一层相似的景色, 对到这种目的是, 要扶你更多的, 要这一幕是故随 저�和与人, 我们一起去, 要是同一个记这个地方, 要是重视的, 要留下来,